南投应天慈善会长期对于弱势族群相当照顾 时常发放物资以及救济金 帮助许多弱势团体 应天慈善会也于应天堂广场 针对由地方里长所提报的弱势族群 发放救济金 2千元 这边缘付的 地缩入付的 有需要一支 一支的资金 让他们贵得快乐 来做抑制 帮助困难的人 少少的艺术 让大家快乐 县远泽政也表示 应天慈善会长期致力于帮助社会弱势族群 此次也针对地方里长 或社区所提报上来的弱势族群 来发放救济金 希望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应天慈善会多年来对弱势族群的照顾相当用心 而此次也希望借由救济金的发放 能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外 也希望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群民俊南投采访报道